大家好,我是Shostin,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马上就要双11了 很多小伙伴想了解适合收藏和自玩的套装 最近正好看见乐高旗舰店 推出了一系列的乐高福袋 后台也有小伙伴问我要不要入 那我今天就挑几个热门款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款 也是人气非常高的 布加迪Sheron 42083 横向比较三大旗舰超跑 它比保时捷911,GT3多了900个领先 整体展现要扎实很多 不管从细节的丰富度 还是乐高集团对它的重视程度 都远远的超过了保时捷 对比之后 设计卓越的兰博基尼更是难分伯仲 两款旗舰超跑 都可谓是乐高机械跑车 起今为止的巅峰之作 面对现在二级市场非常天的保时捷 我觉得除非你是土豪就想收棋 不然布加迪各个方面都会更加优秀 年底即将绝版 目前可能是入手的最佳时间 回顾乐高所有的车款 布加迪只出过两款 一款是今天我们讲到的这款 还有一款就是总涨幅达到500%的 Speed Champion 75878 虽然零件数和系列都有比较大的差别 但是我比较相信 布加迪的IP在乐高中会有持续好的表现 我个人的角度来说 我是不会错过任何布加迪的 第二个人系套装 10261过山车 这个套装是我很喜欢的 它是乐高目前最大的一款全轨道过山车 之前绝版的两款都是单全的轨道 一款是Creator系列的31084海盗过山车 它售价90美金 目前二级市场119.7美金 绝版两年时间 每年的回报率达到了16.43% 还有一款就是好朋友系列 41130游乐园过山车 目前绝版四年时间总涨幅达到了86% 年回报率也达到了21.5%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熟知的 游乐园旗舰三件套的前两套 第一套10257旋转木马 第二套10247摩天轮 发售价都为200美金 当前的二级市场也都在400美金上下 旋转木马绝版仅两年 年回报率达到了惊人的51% 摩天轮绝版有三年的时间 回报率也达到了32% 对于旗舰套的第三套过山车 我认为它的优点是比较明显的 主要它还原了整个过山车的细节 可玩性极好 细节处理的也非常用心 那唯一的问题就是实在是太大了 因为有很多的支撑力柱 在移动的时候非常容易的散落 比较适合家里空间大的小伙伴 我有很充足的理由 相信过山车在绝版之后 回报率会比很多的 Creator Expert系列要好 但是想要超过前两套的旗舰套来说 难度会比较大 我预计绝版后的一年到三年之内 回报率达到20%以上的问题并不大 第三套42096保时捷911 RSR赛车 有很多小伙伴私信我问这个车 那我在这里就简单说一下 首先这套保时捷911 今年并不绝版 熟悉我的小伙伴都知道 保时捷911是我最爱的车型之一 那911的IP也算是 跨了非常多的乐高系列 你是一个机械迷 这款是你一定要入的 如果你和我一样 不是机械迷 但是是个911迷 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适合你了 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我要抽的 大奖的这一套 21318树屋 一提起树屋 大家真的是又爱又恨 爱它的颜值 很多小伙伴应该是因为树屋 才入的乐高这个大坑 恨呢就是恨它的延迟绝版 去年大家被晃了一把 但是我觉得推迟绝版也是个好事 可以让更多的人买到它 也证明了树屋是一款销量极好的套装 那树屋强大的包容性和貌和潜力 是有目共睹的 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去网上找到一些 比较优秀的貌作品 今年年底绝不绝版 目前比较难确定 因为现在有一些乐高媒体说 有机率绝版 但是呢我认为大家 如果想囤货的朋友 还是要稍微观望一下 但是如果让我推荐一款送人的礼物 或者是家人一起自玩 享受拼搭过程的套装 我觉得树屋一定是个不二选择 好了 今天就讲这四个热门套装 希望对你的双十一入手计划有所帮助 这次乐高旗舰店的 复带是个比较有意思的玩法 算下来大概七折左右的折扣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看 如果下单备注奥斯丁粉丝 还会有乐高官方额外赠送的小礼品 本视频非专业投资建议 纯属个人观点 兴趣投资 长期适用 我是奥斯丁 我们下次见